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劉威靈歡迎收看今天的婚姻新聞 經過統計的出保守上是相當發生的以外 相當中還有可能要來記登 這次台大北醫婚姻婚姻 透過專業的設備以及醫療團隊的共同努力之下 幫助出獎讓甘哲家去家裡的中世事 順利跟中獎來接會 並且回歸正常的生活 以前有一個中生事在工作的時候 因為一個不注意手臂加熱感情 他來造成金頭髮長 後果在透過台大便醫婚姻婚姻 團隊都在最好再將手來接回來 是要找出殘破的血管 神經跟殘破的肌腱等 能夠盡量幫他做結合這樣 困難點其實就是要找出 可以使用的健康的血管 因為他第一血群沒有建立起來 他手指頭最後就是會壞死掉 那再來我們使用的都是用比頭髮還要細的線 做顯微重建的手術 台大便醫表示 一般的手術中健康脂肥荷占五層 另外五層就要靠病房自己來努力負檢 不僅中生事也回到負檢當中 雖然手術還沒辦法合起來 不過他還是非常感謝有便醫的幫忙 那目前這個時間點已經可以幾乎是長好 所以我們開始要讓他的關節僵硬的部分 讓他慢慢的變正常 那未來第一個目標就是他可以這樣子扣到 那當然是因為斷的地方很上面 所以基本上他這個也會受到關節的影響 現在就把他接到的火藥很好的 我自己覺得複線都差很多 都一直都好 一直都好 手術中說是非常重要的器官 不管是要做什麼事情 合作是頭路也一定都會來用到 他透過台北邊醫 婚姻婚姻專家的醫療團隊醫技 各界適別的使用 就等有後來幫助病患 後完不用來面臨截肢 如果沒有做高階的這個段子接合 和後段的復健的話 那比較單純的做法當然就是做截肢 那截肢對於手部來講是很大的傷害 那未來很多重要的工作 尤其大拇指和食指這些重要的功能 或未來很多的精細的功能 如果失去以後 對這些在青壯年的人的工作的能力 是很大的挑戰 那未來對於他們的經濟上也是很大的損失 雲林呢有很多的勞動人口 那有相當多的這樣公安的意外 未來我們希望朝向成立一個肢體重建的中心 來用最高端的技術 為這些民眾來做最好的服務 自今年一月開始 台北平衣已經成功來幫助五名平衡 將長期的初期來中心吃長期 台北平衣也將進一步幾位心理 肌體重減中心 讓民眾來得到更好的照顧 記者交易長報道 추가正想 你之前 谢谢大家